簡單來講就是時間軸的拿捏而已 比如說我們現在拍的這個是二次大戰時候的戲 當然所有的建築一蓋出來它就是全新的 要如何把時間軸拉回到二次大戰時候的一個戰服營 那你必須要去努力的去觀察 那我如何把煙消感 把戰火 把曝曬的那種戰術的感覺 會有潮濕 會有青苔 那茅草會曝曬到白化 這些都是只敢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搭檢 但是無法去找那很舊的竹子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些竹子都是新的 新的竹子是綠色的 所以我們為了不讓你們進來 覺得是我們到森林小木屋 所以我們所有的竹子就把它變成 附在很久放很久的口水 然後你們地板上踩的這個 這個叫山木 它是平的 它的木材行是平的 我們全部把它烤過 再刮過 然後它的黏乳就會跑上來 然後它的邊角稍微做距離狀 經過歲月風霜 炮火襲擊之後的一個木板 其實你們會看到裡面的時間 走是很完整 包含人色的一個竹子 對 包含人色的 導演可以好 可以 謝謝 謝謝瓜哥 我沒有標明 好好講 好像不是一樣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如果當我做到最後被導演提出來 幹屌的時候就是我失敗了 對 所以我要先讓自己很壓力很大 幹屌自己 對對對 好